《出埃及记》第24章 伊亨华对摩西说 你和亚伦、拿达、亚比乎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 都要上到我这里来 远远地下拜 唯独你可以亲近伊亨华 他们却不可亲近 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海 摩西下山将伊亨华的命令 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 众百姓齐声说 伊亨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循 摩西将伊亨华的命令都写上 清早起来在山下逐一座坛 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 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凡击 又向伊亨华写牛为平安祭 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 一半撒在坛上 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 他们说 伊亨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循 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 你看这是立约的血 是伊亨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平据 摩西亚伦拿达雅比乎 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扇 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 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 如同天色明镜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 他们观看神 他们又吃又喝 伊亨华对摩西说 你上山道我这里来 住在这里 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 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 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 上了神的山 摩西对长老说 你们在这里等着 等到我们再回来 有亚伦、霍尔 与你们同在 凡有征送的 都可以就近他们去 摩西上山 有云彩把山遮盖 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南山 云彩遮盖山六天 第七天 他从云中招摩西 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 在以色列人眼前 形状如烈火 摩西进入云中上山 在山上四十昼夜 接触